妹子拿出七张命运卡片 要求男人任选三张算命 男人抽中第一张后 妹子预测他会成为国王 接着男人抽出第二张 妹子表示他的位置可能会一主 男人抽出第三张后 妹子告诉他成为国王后 会因为一个吻而转变命运 男人叫阿强 三天前还是一个流浪的剑客 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冰死的国王 受国王嘱托成为了卡布奇的王 而他的命运就如同妹子所说 不仅成为了一国之主 而且还天天大于大肉黄袍加身 成为国王后 他很快再次见到了妹子 二话不说直接让妹子给他暖身子 但妹子始终面无表情 阿强非常的不满意 这时妹子开口说话 表示奴隶的命运就是服从 是不能有情感的 阿强听后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曾经也当过奴隶 自己的理想一直都是自由 但阿珍却始终向命运低头 他并不想强迫阿珍给他暖床 于是立即表示今晚自己一个人睡 隔天阿强的加冕仪式上 他遇见了一名奴隶被鞭打 询问原因后 得知小伙是一名巫师 因为妖言惑众所以被鞭打 阿强看不惯奴隶被打 直接命令手下释放了巫师 而阿强的行为 得到了百姓们的认可 认为他一定是一位明君 一瞬间所有百姓都高声喝彩着 可在加冕仪式上 却出现了几名刺客 好在阿强身手不错 成功躲开了致命一击 夜晚的时候 阿强再次喊来阿珍 但阿珍似乎对他有所改变 这次他不再服从国王的命令 而是说出了自己不想挽脚的事 阿强非常尊重他的选择 并没有为难阿珍 但预言上曾经说过 他的位置可能会一主 另一边不满阿强当国王的王子 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地下宫殿 并找到了一具三千多年的干尸 诡异的石棺突然被打开 里面竟然藏着一具上古干尸 只见黑巫师拿出一把匕首 刺入干尸体内后 没想到匕首上出现了血迹 黑巫师默念一段咒语后 将沾写的匕首点燃火焰 当火焰点燃干尸后 没想到干尸睁开了双眼 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了一个红发美少女 少女醒来后 记忆还没有完全苏醒 不过在黑巫师的提醒下 很快他就知晓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就是三百年前 凭借一己之力毁灭一个国家的红女巫 记忆完全苏醒后 他不仅恢复了黑巫师的脸庞 还扬言再次让黑暗统治世界 不过他此时力量还不够 必须在七日后 吸食整个王国的国运 才能让他恢复巅峰 很快他就制定了一个计划 到了国王选妃这天 在王子的安排下 红女巫顺利成为候选人 当阿强走近后 红女巫使用法术 直接抢吻了她 并让阿强当场宣布她为皇后 阿珍见到这一幕后 心里根本不是滋味 前两天还等自己表白来着 今天就迎娶了另外的女人 为了靠近阿强 阿珍利用身份让阿强抽卡 阿强随手摸了一张后 阿珍一看竟然是死神 吓得阿珍连说 让她不要碰女人 否则会遭来死神 但却遭到了红女巫的诋毁 阿珍情急之下 还误伤了阿强 士兵准备逮捕她时 阿强出手拦住了士兵 很快到了月圆之夜 红女巫还在这晚 得到了阿强的滋润 不过为了完成她的计划 暗中对阿强施展了魔法 很快阿强就没有了呼吸 红女巫演技爆表 谎称国王中毒已死 凶手就是划伤她的阿珍 阿珍百口没电 直接被当场抓住压进大牢 但阿强并未死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被绑住了 这一刻她才明白中计了 这是红女巫突然出现 因为与阿强有过夫妻之时 她并不想杀死阿强 还诱惑她与自己执掌天下 之后再生一堆胖娃娃 红女巫虽然生气 但毕竟是她喜欢的男人 于是下令关押阿强 直到她同意自己的条件为止 红女巫离开后 阿强并没有屈服 并且在短时间内 反杀地牢看守 抓住机会逃了出去 这是一枚上古硬币 传说它是3000年前的流通货币 因为国家被红女巫毁灭 所以历史上很少有记载 不过根据古书记载 红女巫确实存在过 而且还会在这个世纪复活 根据阿强的口述 阿强也相信了传说的真实性 因为她这几天的经历 确实符合红女巫复活的特征 为了救出即将被处决的阿珍 阿强偷偷潜入王城 并通过密道找到国王的假尸体 阿珍被祭天使 阿强直接诈尸跳了出来 并用相当报表的武力值 轻松地救下了阿珍 在与阿吉的配合下 顺着预定的逃跑路线离开 成功逃脱后 阿强得知阿吉是阿珍的哥哥 还知道了红女巫 即将在五天后的月圆之夜 借助国运恢复所有法力 同而用黑暗笼罩世界 为了阻止女巫的计划 他们只能找到传说中的瓦尔之风 并用神的力量 熄灭红女巫的黑暗之火 另一边 得知阿强救走阿珍后 他们来到了瓦尔仙洞 这里与其他地方不同 常年被风雪包裹 进入洞内更是寒气逼人 但为了得到瓦尔之风 他们又不得不进入 而且能拿到瓦尔之风的人 必须是纯洁的女人 才能作为载体 这时阿珍自告奋勇 亲自走向了瓦尔神像 在他的祈祷下 神像吐出一阵刚风 阿珍身体瞬间变得寒冷无比 还晕倒昏迷不醒 这时突然王子杀到了 大战一番后 由于王子人多势众 最终抢走了作为载体的阿珍 但王子可不想被红女巫控制 趁着红女巫觉醒力量之时 他将阿珍推向了火焰之中 但女巫只是感觉到了不适 并没有受到实际上的伤害 这时阿强赶了过来 连忙将火焰中的阿珍救起 还迅速操起手中的大斧头 一招就杀掉了王子 这时女巫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只要时间一到 他就会成为完全体 从此无敌于世间 不过阿珍也清醒了过来 还吻了阿强一口 瓦尔之锋瞬间涌入他体内 为了消灭红女巫 阿强直接用嘴对了上去 瓦尔之锋瞬间进入红女巫体内 只是三秒钟 红女巫就被完全吞没 命运就如预言一样 因为一个吻而改变 自从消灭红女巫后 阿珍爱上了阿强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